那麼還有一個問題 這位朋友他是這樣說的 他說他離婚以後遇到一個對他非常好的男生 然後和這個男生相處了兩年 最近男生向他求婚了 這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這位女士卻猶豫了 因為他覺得說他因為上次離婚失敗的原因 就是他覺得婚姻是無法長久的 愛情就更不可靠了 他想拒絕 但是覺得這男生比較好 到底應該怎麼辦呢 這麼糾結的情況下 請雷老師幫忙指導一下 好 這樣的問題應該也是蠻多人會有經驗到的 尤其第一次離婚的那個過程 或者受到傷害的那個很大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說 我要講到我們的自覺力 我們就知道說 我自己曾經有什麼傷害 我要懂得去醫治 我要懂得先把我的傷害醫治好 我變成一個很完整的 我變成一個很健康的人 我們對某些事情一定會有懼怕 會有一些懷疑 但是其實我們放眼看過去 人生還是有很多美好的地方 而且還是很多好人 我堅決的相信有很多好的對象 真的是 那就去發掘人家的優點嘛 然後兩年了對方求婚 講他真的有誠意的話 也許也是能夠跟他講說 我還不ready 我們可不可以再交往一下 對 再交往一下 那交往的過程 這個人也要很去留心對方是不是適合 我們找對象 或者是買房子幹嘛 你不可能找到一個百分之百的 你叫上帝幫你找一個 你可能都找不出一個 你真的是百分之百滿意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妥協 必須也要give and take 就是說我自己也看我願不願意妥協 我是不是適合這個人 但是基本上價值觀 這些東西就是你要去觀察 交往兩年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交往 有的時候長距離的交往 或者有的時候很早見面 那就不見了 那就不算交往 對 就不算是兩年就不算 可能需要再多觀察一點 但是我非常建議說 你去跟他談 跟他聊天的時候 看他對他的家人怎麼看法 他可能講說 我不跟我家人來往 我恨死我爸爸 我討厭我妹妹 我什麼什麼 那這個問題你就是有那個警訊出來 你就要去留意這些 但是你看他是不是心裡很健康的 然後是不是很誠懇的 很誠實的 然後這些基本的價值觀跟你相當 就是說大概都一致的話 那其他小地方就不要太緊張 那麼就一個人跟家庭的這個關係 他跟另外一個人的這個關係 就是戀愛關係裡面很重要嗎 是 就是因為我們每一個都是原生家庭下來的產物 我們的習慣 我們的價值觀 我們的態度 我們的那個自信心 我的那個自我形象 全部都來自原生家庭 所以你要看他的原生家庭是什麼樣子的 所以我們找對象 最重要就是說找到一個 一個原生家庭好 然後又願意學習的 那個是上上等 有四種 那個不容易找得到 就是說因為或多或少都有十功能的嘛 原生家庭 那第二個呢 是原生家庭不好 但是他很願意學習 他懂得意識自己 懂得一直長 那第三種呢 是原生家庭很好 就是說 哇 家裡有錢啊 學士好啊 背景好啊 什麼的 可是他完全不願意學習 他認為他已經夠夠好了 但是我們常常會誤會 把這個當作條件很好 對不對 會說 那個人家庭好 學問好 工作好 你看他什麼長得又好 那不是 那你要看有沒有一個謙卑願意受教的心 那最差的當然是原生家庭不好 自己又不懂得學習 對 那最重要是二跟三會常常顛倒過來 好的 非常感謝我們的EQ Master心理專家雷樂美老師 謝謝您 謝謝 謝謝